大家好,我是王珀 我们都知道思维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那些个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能够成功的人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六个成功思维方式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可是大家有时候自己也会注意到 就是自己有时候看着自己的梦想都觉得高不可攀 都觉得我怎么才能够实现呢 然后就会望而却步 其实你看那些个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他们的梦想也不小啊 也是高不可攀的 可是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面的第一个秘密就是 你去期望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出现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都非常希望能够事情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进行 希望能够一蹴而就 希望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发展 可是啊 事情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顺利的地方 比如说我刚刚想做一个项目 然后呢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是银行这个贷款就是批不下来 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对整个事情的进展的影响太大了 你看批不下来我就没法往下进行了 太烦人了啊 怎么这么不顺利呢 这时候吧 我们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那个不顺利的地方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期望它出现 这个不能怪你 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啊 天生的人的本性就是希望 什么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 千万别出意外 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生存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啊 真实的生活啊 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组成的 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啊 也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解决完这个之后呢 下面又是一个问题 你又把下一个再去解决掉 然后以此类推 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现实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意外了 哎 你就会说哎 下面还有什么问题 拿过来 在下面还有什么问题 再拿过来 所以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上 而不是说怨天忧人呢 而不是说在那儿发牢骚啊 而不是说你的情绪受到了这个挫败啊 所以期望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出现 如果你有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你就会有思想准备 你就会把你的精力放到怎么解决问题上 然后你就会把你的思想放到找到方法上去 第二个让人能够成功的秘密 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区别 那就是你是怎么面对问题的 我们生活当中啊 像我前面讲的是 其实就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但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的不同 就导致了我们每个人的不同 每个人的生活的不同 那比如说啊 我婚姻当中出现问题了 这时候啊 有几种面对问题的办法 第一个是逃避 逃避我就是下班以后我不回家呀 我可以不面对这个事情啊 或者是我希望能够到公司里去出差 公司派我去出差吧 然后呢 也是躲避这个事情 第二种问题呢 就是我麻木自己 麻木自己是下了班以后呢 我去酒吧喝个酒 这时候呢 我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情了 感觉不到了 第三个呢 就是把这个问题给他推脱掉 比如说 我在婚姻当中哈 我很不幸福 然后呢 为了慰藉我这个心灵啊 我正好在外面碰见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情投意合的人 那我就开始了一段婚外恋 这时候呢 我就会指责 这个 我婚姻当中的另外一个人 我的先生啊 我就说你看 我有婚外恋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能给我幸福 是他造成的 所以我把这个责任推脱出去 但是这个婚姻的问题 并没有真正被解决 为什么大部分人啊 都会 不能够面对这个事情 不能去解决呢 那就是因为 你要去面对一个问题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要花费精力和时间 努力 而且还要面对一些个 你特别是情绪上的这些个 害怕呀 焦虑呀 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呢 看见不舒服啊 第一个反应 都是赶快躲开 谁会 朝这个不舒服跑过去呢 所以 这个就让人和人之间 有了区别 那些个能够实现自己梦想 能够成功的人 就是说 他看到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 勇敢面对 这个勇敢不是不害怕 是害怕 也要去做 把自己啊 能够投入到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当中 这时候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就会认头去花精力 去花时间 那么问题最后就会被解决 那很多人会说 那即使我真的去花精力了 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婚姻 这是对的 但是你在真正的 踏踏实实的坐下来 能够和对方进行沟通 能够做心理咨询 能够花时间 能够花精力 面对不舒服的时候 你会一定会对自己更加了解 会发现 哦 原来我有这样这样那样的毛病 原来对方有那样那样的长处 原来哈 是我这地方没有做到 原来是他那个地方 他没有给予我我需要的东西 你会把自己和对方看得更清楚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成长 所以这段婚姻 即使没有被挽救得了 但是他会为你的下一段婚姻 下一个关系呢 他会起一个让你成长 让你更加成熟的一个作用 他会让你在下一段婚姻当中 你一定会做得更好 第三个秘密就是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给予百分之百的投入 不给自己左右摇摆 可以退出的机会 我们大部分人 其实都是相反的 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都给自己留一个退身簿 比如说我是学经济学的哈 我就想我可以开一个网站 然后教大家怎么去做投资 教大家怎么去管理自己的财务 那么你想想 做网站的话 也可以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 但是呢我就想 如果呢 即使这个网站我做得不成功的话呢 我还可以去银行去上班 那也是我的专业啊 所以你看了吗 大部分人都会给自己留一个退身簿 当你的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啊 它总在你的脑子后边待着 你就不会让自己百分之百的去投入 你就不会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你就不会把你的精力百分之百的放到这个事情上面去 我们哈 知道就是破釜沉舟的故事啊 那就是他没有退路可走了 这时候你就会把你身上百分之百的这个能量啊 都放在怎么把这个事情做成功上面去 英语里面他也有一种说法 他说就是什么呢 你把你的书包啊 扔到墙的另外一头去 他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一帮那个小男孩放学了之后呢 就跑到了一个这个大院子的外面 他们很想啊到里面去玩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先把书包顺着那个从墙头上扔过去 然后呢自己再爬过去 如果你的书包已经扔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爬过去 你不过去是不行的 所以呢你可能会发现 哎呀我跳了半天我个儿太矮呀 那怎么办呢 我就要脚底下是不是有石头什么 我可以垫着上去 那也没有石头怎么办呢 哎我小伙伴是不是可以搭人梯 把我给搭过去啊 小伙伴如果还是不够高的话 那我要怎么 这墙实在不行 我可以能不能绕过去 我可以看旁边有没有洞 我可以钻过去啊 等等等等 当你把书包扔过墙头那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智慧 原来我不知道我可以想出这么多的办法 怎么从这个墙啊越过去 其实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当你不给自己留退身部的时候啊 让自己孤注一掷 一定要把这事情做成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哇原来我有这么多天赋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 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智慧啊 原来我懂这么多东西啊 原来我这么会学习啊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可以利用啊 我不知道原来这个 这还有石头我可以利用 原来我还不知道 我有小伙伴 我可以踩在他身上 搭人梯可以过去 你有这么多资源 原来你都没有意识到 更重要的是 你会发现啊 坐着坐着啊 突然间这个世界啊 就会掉转头来 变得青睐于你了 哎呀怎么一切都开始变得这么顺利了 哎我原来没有想到啊 因为你会发现 有助于你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有助于你的这种情况也会越来越多 这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在你最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世界给了你一个惊喜 哎呀我成了 第四个秘密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啊 望着自己的梦想 都像看着喜马拉雅山一样 怎么爬上去呢 可是那些已经爬到上面的人 那些已经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人 他们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那就是从自己的脚下开始 一步一步往前迈步 怎么迈步啊 先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 然后再把右脚放在左脚前面 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要往后推 举例来说吧 比如说我是学经济的 我想做那个一个网站 然后呢变得很成功帮助别人 那么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觉得这个项目太大了 第一步就是 你要想怎么做网站 不会做呀 不会做就去学习 怎么学呀 去网上搜寻 然后找做过的人去问 然后再开始第二步 如果你迟迟不能开始行动啊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的话 那就是因为 你给自己一下子的任务太大了 是不能够做到的 那比如说你如果脑子一下子想 我怎么去到珠峰的顶端的话 不知道从哪做起 那么第一步就是开始想 我怎么先到珠峰那个脚底下去 把你要做的事情一步步给它分解 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五个秘密就是 我们说一千到一万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 你必须得采取行动得干 很多人呢看了很多励志的这个视频也好 书也好 然后说起话来的话 非常的慷慨激昂 然后呢你一转头 你看他干什么去了 他把这个时间都放在去打通宵的牌去了 或者是都放在逛街去了 或者都放在找朋友去酒吧喝酒去了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你不做他就出不来呀 这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但是这个背后啊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先说啊 这些个不肯做的人 其实他背后的思维方式就是 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 不相信自己的想法 就是这种哈 不相信自己的思维方式 他不觉得自己可以做的成 背后是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的 因为他觉得他以前做那个事情没有做成 做另外一个事情又失败了 所以他就其实是一种暗含的这种非常负面的情绪 他在拉自己的后腿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在不停的成长 不停的变化的 你和三年前的你 你和五年前的你 你和昨天的你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会就是说 对将来的这个预测呢是根据过去来的 说你看这个人啊他一直都很可信 那么呢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他 我是可以相信他的 其实你是按照他过去的轨迹来预测他的将来的 我们对自己也是这种思维方式 那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过去啊 这件事情没做成那件事情放弃了 我们就会预测自己将来这件事情做不成 就是你脑子里的潜意识 人是变化的 你要相信自己 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方法呀技巧啊可以运用 比如说啊你看啊像这本书 它是一个非常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哈 就是它是说你要从小的地方开始 嗯就原子习惯吗 中文也有这本书哈 嗯他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都把它比如说分解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两分钟法则啊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哈 你先把它从最简单的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成开始 那不管是我想去跑步啊 那我先穿上鞋子 系上鞋带在外边走一分钟 加起来一共两分钟 这个容易做到吧 或者是啊你想做其他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视频呢 我先只做一个两分钟的很短的 这样就很容易哦有一种成就感 那么第二天可以再做三分钟的 一步步的做下去 然后呢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把它变成习惯 你就不用再催自己了 哎呀不要出去了不要出去喝酒逛街了 坐下来把把这个事情做好 哎你在一个时间在一个地点啊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都在这个地点做同一个事情 把它养成习惯了 然后很容易就能够开始行动了 所以开始行动也不是说真的那么难的 是有实际可以操作的办法的 第六个秘密 其实也就是把上面的秘密全部都化总在一起 就是精简你的大脑 要用这种思维方式 因为你的大脑如果到处什么都想啊 什么都顾着 你就不能集中精力 就像我前面讲的啊那些个 你不能给自己退身步 把那个退身步的那个想法给它精简掉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你就只能一条路跑到黑 做事情也是 不能啊我要该采取行动了 但是哎呀我可能想跟朋友去逛个街呀 或者是我想去出去打个牌呀什么的 不行 精简你的大脑 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就是做这个事情 不要脑子到处想 遇见问题了 婚姻当中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啊 精简你的大脑 就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去想我怎么躲开啊 我怎么可以不面对 我怎么可以要么喝点酒麻木自己啊 不要想其他的思维方式 精简你的思维方式 就会让你哈 能够提高你的专注力 能够专心把你的精力放到一件事情上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我们的能量啊是有限的 要把我们的能量放到 给你产出最高的 最有效的这个方面去 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穷的 用上面的思维方式 你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实现你的梦想的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 对你有价值还没有订阅的 欢迎你订阅 我在YouTube和Podcast上都有自己的频道 也欢迎你跟你的朋友分享 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